安裝完 MyViewBoard 電腦版之後 你可以自行選擇是否注射帳號 或是想要跟 Google 微軟的帳號做連結 如果有跟這兩個雲端帳號做連結 你可以直接把雲端硬碟上的檔案 就加入到我們的白板上 進入電子白板之後 你可以自行先決定工具箱的位置 首先我們來看看它在螢幕繪圖的功能上有哪些 第一個你可以點到這支筆之後再按一下 就可以來選擇不一樣的筆 還有你可以設定我們筆的顏色 筆的粗細還有筆的透明度 確定好之後當然你在螢幕上就可以像這樣把它畫上去 所以在筆的部分相對使用上還是蠻容易的 再來橡皮擦的部分 你可以針對剛剛所畫出來的這樣去擦除 也可以從我們的左下角這邊直接還原 也是一種方式 那當然在小皮擦上面再點一下 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筆畫全部一次清楚 也可以用框選的方式去決定你要框選刪除的範圍 這個是它在基本的螢幕畫筆的功能 加上基本的形狀這邊也可以選擇 所以說如果要這樣使用的時候 其實也都還蠻方便的 接著我們來看電子白板裡面很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把你電腦裡面的檔案 或是雲端硬碟上的檔案 還是YouTube影片都能夠直接很快速的加入到電子白板裡面 我們點到這個按鈕之後 就可以去選擇你的檔案內容 也可以從雲端硬碟上加進來 那麼YouTube影片打上網址搜尋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丟出來 如果你是要找圖片 也可以在裡面直接輸入關鍵字 這樣圖片就可以把它丟進來 MP3檔案也是可以 它會幫我們帶上一個播放程式 另外如果你是自己的影片 也是可以進來 一樣會有一個播放程式 如果你是PDF的話 丟進來之後 會自動幫我們依據PDF的頁數 再加入到電子白板裡面中 您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就是屬於兩個頁面的PDF 放進來之後 一個PDF會有兩個頁面 此外如果你需要的教材是來自網頁上的內容 它已經內建了瀏覽器的功能 預設在首頁的部分 已經將台灣比較常見的官方網站 或是出版社的網站 內建在裡面 你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直接輸入網址 按下搜尋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網頁 當然這邊也有支援多個分頁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切換更多你所需要的網頁 那在這個網頁物件上 它比較特殊白板的筆 必須要用它這個上面的 用這個上面工具列上的 就不能使用我們原本電子白板裡面這一支 這一支呢只能用在瀏覽器以外的地方 另外針對網頁內容的部分 如果你想把它保留下來 除了可以像我們在上面這樣使用不同的份頁以外 也可以利用拍照 或是讓它變成一個物件的方式 保留在電子白板裡面 如果按下拍照 它就是變成一張圖片 可以存在我們的白板上 如果是變成物件的話 它的網頁依然可以瀏覽 這個就是變成一個物件的方式 後面這個就是變成一張圖片的方式 所以它在這一塊呢還蠻有彈性的 因為它的瀏覽器是共同的 所以當我們有多個分頁的時候 那你打開的瀏覽器都是同一個 如果你要在不同的分頁裡面保留 就需要用我們剛剛的方式 比如說我把這個地方 這一個 保留為一個視窗頁面 那我進入到第二個頁面 再把瀏覽器打開 我想把第二個把它保留下來 這樣在這邊 第二頁就有獨立的一個網頁內容 在第一頁也有一個獨立的網頁內容 如果你想要把網頁上或是電腦上的檔案 把它複製之後貼到電子白板裡面 可以直接將主電複製之後進到電子白板 這個地方把它貼上 這樣就進來了 當然電子白板裡面也內建了錄影跟錄音的功能 如果你想要使用比較傳統的螢幕上的揮補功能 你可以按這裡 就會進入到你的螢幕上 按下畫筆 就可以開始進行你的內容講解 但是要注意一下 當我們再回到電子白板的時候 這些內容將會消失 如果想要保留您剛剛在螢幕上所做下來的這些註解 需要按下這個螢幕寫取的功能 或是你只想抓局部 可以使用這樣的功能 將局部畫面抓下後 就可以回到我們的電子白板裡面繼續來操作 電子白板裡面的文字工具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現在所看到的直接輸入文字 再按一下會變成手寫輸入 但是它可以透過AI的辨識把它轉換成文字 那我們先用標準的點到它 你可以把你的內容把它貼進來 或是直接貼上 除了基本的文字格式大小功能以外 它還可以把它面圖來 如果想要設定它的語音的速度 還有它的大小聲 可以透過這邊調整 另外如果您的課程是比較需要有 逐字或是逐行去做顯示的 它還有一個閱讀模式 進入之後一樣就可以 在這個地方你也可以選擇用男生的 然後它語音的速度可以做調整 此外除了文字的大小 還有父親主題也可以設定 那麼在右上角這個閱讀模式的設定裡面 它還有可以針對一次一行的 用這種方式可以讓我們更專速的在閱讀上面 這裡你可以選擇一次要幾行 甚至我們可以直接透過這個翻譯 把你的內容直接翻成你說指定的語氣 所以這個是它很特殊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原稿 也可以看到翻譯後的一個文章 如果想在教室現場跟同學互動 或是在演講的場合 跟現場的觀眾做互動的話 你可以打開這個 在這邊會顯示您使用的Email名稱 同學可以進入到MyUFO的網站 接著在後面打上剛才的Email信箱 輸入同學的姓名 這樣就可以參加電子擺檔 目前與會的同學大概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是把你的作業或是你的檔案 比如照片透過上傳的方式 傳到老師的遍途白板上 第二個參加問題的回答 按下這個之後 會出現一個簡易的白板 讓你作答 你可以在這邊用塗鴉的 它會配合上面的這個AI的判斷 看看你畫的是什麼樣的內容 你也可以透過文字的方式輸入 當然這邊還有簡單的還原或重做 以及垃圾桶 最後如果答案確定了 你就可以把它按下送出 同時我們在白板上就會收到通知 按下去就可以在這個問題的頁面上 看到A同學的回答 點下去就可以看到它的答案了 第三個功能是螢幕分享的功能 輸入顯示名稱和確定要分享的視窗之後 在MyViewBo的右上角會看到它的通知 也可以從我們協作的部分 看到有一位同學想要分享它的畫面 這個時候就會請同學他操作 我們來看他的一個使用情形 另外如果你使用的是行動裝置上的版本 使用同一個帳號登錄 除了有剛才的兩種參與會議的方式之外 它這裡還有ViewBo控制的功能 它可以把按住中間雷射屏幕放 我們就可以利用行動裝置的九軸 當作是雷射筆在螢幕上指示的使用 此外你也可以開啟UIL 讓大家可以馬上看到怎麼加入電子擺板做互動 最後我們也可以利用MyViewBo來製作交換 例如你將要上課的教材畫面素材都準備好 那麼因為它有多頁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把所有教材都準備好之後 在這個地方按下儲存 儲存完之後是它的專屬格式 下次要上課時再把這個專案檔打開 就可以開始進行上課了 在雲端板的部分 直接進到MyViewBo放放網站之後 按下登錄先註冊一個帳號 登錄之後可以看到MyViewBo雲端板板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開啟MyViewBo 另外一個是它的虛擬教室 不過目前虛擬教室的功能相對比較少 所以這邊網球主要介紹MyViewBo的部分 進入電子擺板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介面跟軟體板非常的接近 那麼最主要的不同 就來自於在左手邊 它可以多個使用者共享一個電子擺板 老師做講解會變得比較方便 還可以進行分組的動作 讓每一個組別呢 可以有鼓勵的擺板可以使用 我們來看看如何要請同學進來 你可以找到右上角的這邊 就能看到我們電子擺板的ID 點下去之後 還可以看到詳細的網址 或是使用QR Code的方式 來加入這個互動擺板 同學開啟這個頁面之後 選用訪客 出入同學的名稱 代碼它已經自動打好了 按下登錄 就可以進入到老師的電子擺板上 那預設的話呢 它是屬於回讀的模式 只能看老師要授權之後 它才可以進行電子擺板上面的 會比和操作 在雲端版的電子擺板上 有一個地方跟電腦版比較不一樣 就是如果您的教材 是來自YouTube影片 雲端硬碟上的Google簡報 或是Google文件之類的 那麼您在操作它的時候 必須要進入到展示模式 才可以在這個上面去播放影片 或是操作我們的同影片 那麼等您操作完成之後 再回到編輯模式 另外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您是影片的部分 是由您統一來做播放 如果您的教材是Google簡報 Google文件 當您在操作簡報文件的時候 同學的畫面並不會跟著同步更新 由同學自行操作簡報或文件 來分上老師的搶寫內容 如果您希望在講解的過程裡面 同學可以一起參與電子擺板 您可以開啟它的授權 或是個別決定哪位同學來作答 這個時候 同學的擺板工具 就會變成是可以使用的狀態 操作方式跟老師的是一模一樣 如果老師想讓同學分組作答 或是做討論的話 可以從左上角這邊 直接拖曳同學到不同的分組上 也可以直接選擇要讓同學分成幾組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把同學分開 當您按下上面這一個 就會進入分組的討論 每一組的白板都會顯示在螢幕上 在同學的畫面上呢 它會顯示它目前在第幾組 所以如果它在這個地方做答 您在白板上就會直接看到 那如果您覺得時間快到了或是同學 可能不太專心的 也可以按下一個很好玩的工具 這個眼睛 當按下去之後呢 我們在同學的畫面上 就會看到請注意這個事項 那這個文字呢 你也可以從我們齒輪上面 直接來做設定 所以如果您可能是時間快到了 要提醒同學或是停止作答 也可以用這樣的功能 當同學都注意到之後 您再按一次眼睛 他就會把這個訊息收起來 如果老師想要跟同學有更其實的互動 在雲端板的部分 還有提供一些快速問答的功能 例如你想要問同學同不同意 當我按下這裡 在同學的畫面上 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如果同意 按下提交 我們可以馬上清楚的看到 同學的一個統計的情形 我們要不要在這裡 我們可以在這裡 做成年 我們可以在這裡 做成年